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 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最新消息 中国承诺购买美国价值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但前提是美国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川普总统在启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前 再次挥舞关税大棒 目标直指中国进口的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产品 以及背后相关的举国体制及国家补贴等产业政策 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奴姆钦最近指出 美中目前的贸易纠纷不仅关系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 更关系到美国企业能否公平竞争 欧洲舆论认为美中贸易纠纷的癥结在于举国体制的中国模式 对美国高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 不解决贸易公平的这个结构问题 美中贸易就不会实现平衡 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 举国体制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关键保证 北京会轻易改变吗 我们今天时时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维基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维基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 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 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 胡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重新举起这个关税大棒 中国媒体是一片出尔反尔的反对之声 那么我首先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昭辉教授 美国为什么反悔先前达成的暂停贸易战的这样一共识 坚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 前一段时间就是重点的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 购买美国产品减少贸易利差 现在这已经不是重点 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 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 是不能依靠政府 而是要依靠市场 是依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平竞争 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新的要求呢 是要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就包括保护知识产权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就稍微咬文嚼字一下 从美国角度来看呢 这不是个太严重的出而反而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 很短的时间内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这个声明怎么说呢 大意就是强调了 中美贸易争端还没有解决 而且是对中国关税的 会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莱特希泽这个声明 就是留心的话呢 对美国政府的最近的行为呢 不应该会觉得是太大的意外 主持人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 您怎么看川普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的这种谈判策略 这是川普缺乏诚信呢 还是他另有所图呢 胡教授 川普打打停停 它就是一个谈判策略 又有战略的考虑 它就是要遏制中国的高技术的崛起 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他所加税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联的 都是高科技项目 他认为中国长期对企业补贴 使得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 所以就像陆母亲所说的 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 川普也并非简单的缺乏诚信 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 实际上这种联合声明 在美国它是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的 这个 也没有对政府甚至也没有什么约束力 川普呢 他是另有所图 他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 好的 那么我们来继续 接着刚才这个问题来讨论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 他周末在七国集团财产会议上呢 他道出了美国的想法 他说目前的美中贸易纠纷呢 关系到中国更多购买美国产品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否实现公平竞争的 结构问题 那么我来请问陈教授 这什么意思 贸易问题呢 不能靠政府解决 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 而是要靠市场解决 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 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呢 都是很低效率很低的 OK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的目标呢 不是为了赚钱 不像市场 在市场上面大家都是为了赚钱 政府的行为呢 是不是为了赚钱的 所以它效率很低 我举个例子吧 就像大家谈到的 就是中国和美国呢 现在已经决定呢 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OK 但是呢 现在没有这些 这个基础建设呢 就是把这些设备呢 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 所以现在大家在想呢 就要投资一大笔钱 几十亿上百亿 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 到中国的数据馆 OK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 二十年里面 花了大笔的投资 建了一条 从俄罗斯到中国的数据馆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 那你怎么办 你就把这个中俄数据馆 就把它关了 是不是 你好好已经有条数据馆了 你还要再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数据馆干什么 OK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 这种行为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政府行为是可以发生的 为什么呢 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 所以说的话呢 从长期根本上呢 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 不能靠政府 它是很低效的 而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 在中国的竞争力 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 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 保障美国公司呢 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 主持人 好的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 您怎么理解美国财政部长 蒙努钦的这个刚才 我们引述的那个那段话 美国朝野各界都普遍认为 仅仅迫使中国多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而不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美国就是失败 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要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有不同的办法 美国出口芯片 飞机 农产品 能源产品 高科技产品 而中国出口是初级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当然也有一些机电产品 也有少数高科技产品 但是高科技产品出口 70%以上都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 在中国出口的 也就是说美国它出口是高端产品为主 中国出口是低端产品为主 美国高端产品 它的利润十分丰厚 利润率一般在20%左右 中国的低端产品利润率很低 一般在2%到5%左右 而且中国是以环境污染资源破坏 劳工权益 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 受到损失为代价的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如果说要解决结构性问题 恐怕要解决中国产品过于低端 利润率过于低端 以及中国在资源环境 以及农民工权益方面受到的损失 这个问题要解决 而不是一味的去出口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他这里指的结构问题 我们据许多专家分析 他们认为可能更主要的是指 中国的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 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国家补贴等等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举国体制和它的产业政策 这个问题 陈教授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 产业界 甚至学术界 都把这种体制和政策 视为最大的威胁 那么您认为 来自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 所谓中国模式 这种危机 究竟对美国有多大的威胁呢 陈教授 好 这个问题呢 稍微一点复杂 所以说呢 我就通过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呢 是个恶性 恶性的就是竞争的问题 在市场上竞争的问题 为什么呢 我就举个例子吧 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光伏产业 就是太阳能电池吧 这个产业呢 就是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呢 主要是在美国 就是主要是分布在硅谷 美国硅谷呢 大概有三十几个公司呢 在大家在研发 新一代的太阳能电池吧 然后呢 在胡锦涛主席在任的时候呢 就说是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 我们要扶持中国的光伏产业 所以说的话 假如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假如说我 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是一个中国光伏国企的一个老总 我就可以通过以下的战略呢 能够占领市场的击败我的所有的对手 怎么办呢 我第一步呢 我先通过低价 就是买一个淘汰的光伏产品 就是说是 我不用最新的一代的那个产品 我买一个就是说上一代的产品 OK 然后我马上就生产 大规模的生产 然后呢 我在市场上呢 我就有很低的价钱 OK 很低价钱的卖 OK 我承认我的这个产品呢 比不过美国的产品 但是我便宜啊 美国产品卖500块钱 我只要卖100块钱就可以了 OK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性价比就可以是很高很高 OK 我是亏钱的 但没问题 政府能够给我补贴 我不怕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可以通过三五年短暂的时间 我把我的所有的竞争者呢 就基本上全部干死 OK 所以说到今天 你要看美国的光伏产业呢 可能只有两个公司 现在还存在 OK 但这个问题还没完 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把这些公司全部干死以后 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在市场上低价的呢 把他们的知识产权 他的技术就买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手里面 他这公司都破产了 他手里面的这些知识产权呢 不值什么钱的 没人敢买 因为你要买了生产的话 那没有 对不起 我继续把你干死掉 所以说的话呢 我就可以通过廉价呢 就拿到了这些技术 拿到这些技术以后 我已经控制了这个市场了 我怎么把我的成本收回来呢 我就把价钱提高了 因为这些竞争对手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呢 我就把那个钱又赚回来 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是一个恶意竞争 就是我可以通过那个政府 我可以滥用政府的补贴呢 能够在那市场上 取得了不恰当的竞争地位 这个问题呢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的 在任何国家呢 这都是一个非法的问题 所以说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呢 就是呢 就是说是你要 大家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 所有人都要 包括政府 包括公司 所有人都要遵守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 好的 就是最有公平的游戏规则 可是刚才 刚才这个陈教授说了 举那个例子非常生动 就是说呢 这个举国一致 甚至国家补贴 来呢 这个 在用全国的力量 来支援一个这个企业 然后这个企业在美国 美国一家公司 是无可匹敌的 那我来请教胡教授 举国一致创业求发展 或者说不惜代价 鼓励出口创汇 这是中国几十年的国策 并且已经取得了长逐的进展 那 怎么现在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 国际社会就行不通了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教授 是 这个举国体制 当然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不惜代价 鼓励出口创汇 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人十分勤劳 不分白天黑夜 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和生活条件 出口创汇 积累了三万多亿美元 的国家外汇储备 国家富裕了 所以可以到处投资 补贴 到处援助 但是国民富裕了吗 农民工富裕了吗 恐怕还没有 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惜代价 鼓励出口 补贴出口的做法 因为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造成了八大国家对中国的某种围堵 中国要改变那种强制的结汇的制度 也就是强制的要结清外汇的这种制度 可以像日本那样 常汇于民 像外汇常于民间 常于企业手中 像日本国家手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 但是它在民间在企业 还拥有两三万亿美元 所以日本它总的外汇 外汇并不比中国少 但是它只不过大多数都在民间 而中国由于民间几乎没有外汇 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所以在西方国家 看来好像中国特别富裕 看中国可能都眼红了 但是这种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 也必然造成投资和援助方面的巨大的浪费 也给外国人多错觉 好像中国太富裕了 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那么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评 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假许 这位网友说 说美国的贸易规则保护战 所采取的措施是惩罚性的 是警告性的 它的最终理想状态 是贸易平衡 以及所具有的公平自由 而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吹贸易战的输赢论 是为了偷换其一味的偷窃和掠夺的本质概念 这是值得国际社会惊醒的 杨玲 我们这位网友说 他说中国想成为世界工厂的希望 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说以中国的体量 如果达成世界工厂的目标 那就没有国家 没有别的国家什么事了 以中国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如果彻底完成工业化 别的发展中国家就不用发展了 中国这种走自己的路 让别的国家无路可走的方式 注定走不通一带一路 天安门上太阳落 他说中共建政以后 搞土改公司合营和人民公社为主导的公有制 本质上是把全体国民当作中共暴力集团的奴隶 改革开放之后 加在国民身上的枷锁稍有松懈 但仍不断通过权力寻租和垄断企业盘剥普罗大众 现在中共向全世界输出这种权力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 妄图把权力主导的一切模式推广开来 扩大它盘剥的地域和人口的版图 必将遭到民主国家的抵制 中美贸易战的症结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 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把他们接进来 听听他们的想法 首先是河北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河北李先生 你好你好 我想请教咱们嘉宾一个问题 就是说既然你们认为 就是说美国认为中国不讲游戏规则 是吧 那你们不和中国做生意不就行了吗 这问题不是非常简单吗 因为要把别人当成傻小子行吗 好的 谢谢河北李先生 下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中美两国贸易 贸易都遵守两国的贸易守折 谁在玩游戏 也许是美国在玩游戏 中国对任何国家 都是有很诚恳的贸易贸易之间 来等值和等值货币来换换 美国不断地就是说 运动和玩耍一些国家 我就能说这些 谢谢 好的 下一位天津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首先那个西方的科技比较先进呢 你跟他们那个竞争 你公平 你什么公平不公平 这世界的规则 它本就不公平 你那个 你这样光着膀子跟人家干 最终的结果一打一的干 最终的结果就被人干死了 你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 与之相抗 还有胜算 这是我们唯一能 与之相抗的一点 这就极权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不一样 好 谢谢天津王先生 刚才我们三位 这个电话听众或者观众呢 都发表了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 站在中国这方面的立场 我们请两位我们的嘉宾 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好吗 首先陈教授 OK 行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我不发展 就是我的发展阶段还比较低 所以说我要取得胜利的话 我就不遵守游戏规则了 我就做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 在短时间里面 就是对那个不发达国家 进行一种保护 这个是完全是应该的 也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一开始 对中国这种行为 是可以容忍的 现在不行了 OK 它的原因就是说 是一开始 中国还发展比较低端 所以说的话 它需要一些贸易保护的那个政策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中国的体验也很大了 而且这个经济发展也到了一定程度了 所以的话呢 它就需要进行跟大家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就是说 就是中国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国家要的就是要这种 这种举国体制的方法 来跟美国抗衡 但是呢 这个从长期来说 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什么呢 OK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为什么西方的那个 就是科技能够发展这么快 恰恰不是因为它的举国体制 是因为它的市场经济 我认为 我对中国是 我对中国人是很有信心的 我认为的话 如果说有在一个公平的 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面 中国企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肯定能够能够打败就是美国的竞争者 能够就是注力于世界的市场里面的 好的 那我再来请这个北京的胡教授 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 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这个问题好吗 刚才有一位观众说 西方认为不公平 那他就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就行了 这个观点比较荒谬 实际上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 实际上中国是更加依赖于美国贸易 因为美国贸易占中国的20% 而美国并不依赖中国贸易 因为中国贸易正在美国贸易的5% 而且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替代的 你中国不提供 但是东南亚那些国家 印度墨西哥等等都可以提供 而美国向中国提供的产品 却大部分很多都是不可替代的 像这个芯片等等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国更加需要与美国 与发达国家做生意 而不是说美国它这个 鼠皮赖脸的也要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刚才那位观众可能在这些方面不是太了解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许多听众观众 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 所谓爱国主义这样一种情绪 就是说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中国 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弯道超车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弯道超车吧 这个中国人普遍引以为自豪的 所谓这个弯道超车 陈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外国人又怎么看这个概念 所以说我就是解释一下 我认为甚至就是我周围的人认为 什么叫什么是弯道超车 所谓弯道超车就是在什么呢 就是在产业升级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要变的时候 你的后来的人 就是你领跑的人也要变 你后面跟着跑的人也要变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那个竞争就变成了 就是说是领跑的优势就减少了 就是因为它你也得变了 就比方说现在大家都要搞那个人工智能 所以说的话美国企业要搞人工智能 中国企业也要搞人工智能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竞争的那个优势 美国公司的优势就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中国公司就是后来机上的可能性呢 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呢 美国人实际上呢 是鼓励这种弯道超车的 但是只要你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呢 你要遵守游戏规则 你要公平竞争 这个对大家对世界是个好事 就在新的公司脱领而出 引领世界的工业 这是个好事 但是关键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一定要公平竞争 好的 那么恰恰是在公平竞争这个问题上 中国的弯道超车里面可能有更多的内容 那我来请教胡教授 您在国内可能更了解实情 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弯道超车 它和中国模式 举国体制 以及中国产业政策 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 这个弯道超车 的确是其中有公平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模式有关系 也就是利用整个国家的力量 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个别领域弯道超车 它是可能的 而且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也使得中国在许多重大的领域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从整体上看 无论是某个领域的科技 还是某个产业 借助政府的支持 国家的力量 表面上看会取得很多进步 但是也有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 就像诺斯所说的 这个国家 它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促进力量 同时有时也是一个破坏力量 中国的这种模式 它是行政力量来干预经济 那就会形成严重的寻足腐败 而这种政府补贴 又使得企业竞争力不足 政府大量的投入 又会使得产能严重的过剩 造成严重的浪费 有些领域表面上弯道超车了 但实际上核心技术 能够依靠进口 比如说在高铁领域 那个核心的芯片 动力技术 自动技术等等等等 可能都要依靠进口 甚至这种政府干预 这种中国模式政府干预的结果 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化 市场经济本身也造成了扭曲化 所以至今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这个弯道超车 有时它会有很多的成就 但它所造成的长远的负面的影响 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再来选读一些网友评论 然后我们再接电话 听听我们的听众 观众 还有网友朋友们 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首先是飞雪 他说美中贸易 在体制不同 独裁体制的经济和民主体制的经济不合 民主体制跟独裁体制一般 很难做公平生意 全人 他说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 症结在哪里呢 这还不简单 症结就是尼克松访华 要跟中共有关系 不了解中共 却还要扯关系 就造成了几十年的中共发达 美国钱真多 但是填补满中共的腰包 哈哈 这位网友 他说中国要是和美国公平竞争 那就不会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了 要想弯道超车 就得依靠这个极权制度 预袭 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症结 就是中国独裁的政治制度 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 中共要续命 就无法遵守国际贸易秩序 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 因为中共对经济的控制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经济 而是为了控制社会 中国网络封闭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还有一个驴子 他说中共用赚取美国市场的利润 来实现政治扩张 输出专制主义 威胁全球 民主体制 这才是美中贸易战的症结所在 而且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美中全面对抗 是大趋势 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 内蒙古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你好 你们之间和中国的政界就是啥 这是一个好人 也坏人的问题 美国当然就是好人 在用这部分钱 正在比前 最维护世界人民的什么 人民的利益和安全 包括那些恐怖主义国家 比如说朝鲜 伊朗 而中国就是个坏人 共产党 还有这些钱是有区域 好的 谢谢 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 刚才我们又 这个 我们又了解了一些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们的看法 我们还请两位专家综合回应一下 首先 陈教授 我个人认为 中美的贸易是互利的 是共赢的 不存在一个竞争 不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竞争 还有的话就是说 美国不能和极权国家做生意 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美国像沙特拉伯 这是极权国家了吧 像卡塔尔 这也是极权国家了吧 但是美国和这些国家 做生意做的也是蛮好的 石油生意上面 做的也是蛮好的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贸易呢 我认为呢 是应该是高于意识形态的斗争的 OK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说是贸易是共赢的 大家都有好处的 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坐下台 不管你们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分歧 不管有社会制度的分歧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呢 对两国国家都有好处的 对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 胡教授 北京胡教授 刚才网友听众 他可能都带有某种情绪 认为是民主与专制的某种竞争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可能中国呢 主要是还是要改变一些具体的做法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 可能忘记了邓小平的曹光养晦啊 低姿态啊 不当头啊 不扛齐啊 等疑讯 而一味的高调 一味的高调 结果呢 就激起整个西方 包括美国 他的这个 对中国不满的情绪 如果说前几年在美国 他有所谓的清华派啊 有制华派啊 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了 美国无论是在朝大都在野的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 可以说现在是几乎 同身 这个 同身的好像都在谴责中国 都主张对中国强硬啊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 不能够那么狂妄之大 不能够任由民粹主义的兴起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 也使得这个西方 围堵中国 有了借口 好的 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 北京的李先生 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这种 不光光 不仅仅是贸易的方面 它是以一个经济文化和贸易 包括意识形态一个全面的一个竞争 包括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就像国家 像中国 属于 那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 而且它又是社会主义 这种 说白了 现在就基本是 拿着这个 吃着美国的饭 砸着美国的锅 这种情况 而且肯定是 尤其像特朗普这种实用主义 而且是压开战略转移的这种过程中 这是完全不可能是让它去这样去做的这种事情 一定要去遏制住 好的 所以说包括像现在的美朝 还有一些这些贸易的综合手段 这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贸易的一个 好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现在时间不多了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现在呢 这个刚才提到 就是中国呢 引起了世界 尤其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一种恐慌 那么要求中国改变这种举国体制 那么这个举国体制实际上呢 是中国的一种国体 也是根本上的政治制度 那你改变它 就等于改变北京的经济制度 那我问两位嘉宾 简单回答 有这种可能吗 首先 陈教授 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内 中国要改变这个 改变这种体制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好的 那胡教授您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的举国体制 还有呢 中国模式 现在被中国引以为自豪的 这个 这两件东西 您觉得 中国会轻易改变吗 首先第一点 西方啊 对中国的警觉 已经过分了 当然这有中国的原因 也就是说 中国近几年啊 比较狂妄之大 另外呢 中国是那种 死穴文化 天天阴歌厌舞 而另一方面呢 西方国家 它是乌鸦文化 媒体天天揭露 本国的弊端 让夸大危机 夸大别国的 力量 就像当年八九十年代 美国到处都在说 日本第一 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但实际上 中国在绝大多数领域 它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 二三十年以上 不仅在芯片里 在精密仪器 什么机床 很多的领域 都落后于西方 但是只不过西方人 太有危机感 甚至他可能 不可在寻找对手 寻找敌人 所以将一个 实际上中国的GDP 那个结构 严重不合理 这样一个中国经济 反而堪成了对手 中国GDP是世界第二 但是它是由 健康手提 这个砌砖头 造房子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功能 造成的GDP 世界第二 它没法跟八大国家相比 就像宋朝 中国的GDP 占到世界一半了 芽片跟银子之前 中国的GDP 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但是它不能够 寓意出现代技术 现代文明 所以西方 它也不要夸大 中国的这个威胁 其实中国对美国 根本构成不了威胁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 那个举国体制 在近期是不可能改变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 因为举国体制 它是建立在某种 权力集中的政治 还有政府干预型的经济 甚至集体主义社会 文化等基础是这样的 不可能一下子改变 但是长期必须改变 如果不改变 中国不可能实现一些现代化 好 今天事实大家谈 一个现代国家 一个现代社会 好的 今天事实大家谈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陈昭辉 胡星斗 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事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 听众 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事实大家谈 要关注热点话题 美国国会提案 能否阻挡中国政治渗透 好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